中文 作词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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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这节课由我们台南州的张英文丛俊手带来给你一奖金,掌声欢迎,谢谢 好,各位寓宦 大家好 好 我叫张英文 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叫做現實台灣 我們來了法令分析者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標題呢 因為我們這個標題就是說 台灣現在這個現狀 是由這個國民國民給我們 七十年以來 五兩世都拿到了 讓我們已經看不出了 所以說台灣真的在國際上 這個現狀 當然是上面放來面貌 我們都搞不清楚 很多人都以為說 我就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這全世界沒有這種方法 我們來用一些時事來引導 讓大家來了解說 真正的台灣的國際地位行蹤 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進行我們的主題進行 先讓大家看一個鴨瓶 這個鴨瓶 它是在美國 它有一個很有名的職業球類比賽 叫做橄欄球 Football 這是在美國的1984年裡面 它有超級盃 因為Football裡面的那個電視廣告 這個廣告呢 它是一間電腦公司 叫做蘋果店 這個電腦公司 它拍這個報告品 讓大家看一看 一些輸扣子 這個時候會讓大家 開始要引導大家說 你的想法 要怎麼樣去看待 現代的台灣 我們這樣跳起來 然後看一看 我想說 這是 課題 我請說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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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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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名人 一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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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名人 我們會一名人 和一名人 我們會一名人 我們會和一名人 起床 在24天 Apple Computer 會震製 就是Macintosh 你會看到為什麼1984 會不會像1984 穿的穿插 都同樣的顏色 面無表情 整個顏色都是灰暗的 這個螢幕裡面的老大哥 就跟你說 什麼他都控制好了 他全部都控制好了 他就叫我這樣做就好了 那是蘋果 他所想的不是這樣 這個世代 就像這個螢幕裡面的老大哥 這樣說 哇 絕對不是 這個 這個影像 你就要對比一下 中華民國 他也是差不多用這種 漁民式的教育 給我們告了 告了說 中華民國 他就是 就是這個 已經出到台灣的 那些投資本了 所以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 他都這樣給我們賺 這是這個 對 就像這個廣告片類似啊 那是一種謊言 那台灣民政府 就像這個 那一個年輕的小姐一樣 發現這個不對 那我要挑戰你這個現況 那我用法理的那一支鐵槌 打破他們的謊言 所以說我們大家來這裡 在思考的時候 你要像中華民國 放在你頭腦裡面的那一些 假的歷史 或是假的推理 你要先把它放在旁邊 這樣才能夠找到 真正的理解 來 那為什麼要用蘋果這樣來 給大家做改善 因為蘋果 他跟這兩間公司有什麼差別 這同學嘛 這裡大家做不明 那這間呢 摩托羅拉 以前也做手機 他以前是那個 09年的大哥大 那一支黑金鋼 那一支 非常多做 那你現在都有看摩托羅拉的手機 那一支黑金鋼 大家有 沒看 那這支 這支黑金鋼 有名嗎 很有名 很有名 以前是不是 大家的手機 三夾都拿去 那人做案件事 對不對 對啊 案件事的手機 你看看 這間 的手機 賣人 這間 的手機 也賣人 為什麼這兩間 都沒有存在 為什麼蘋果 現在 領導風潮 因為我們做市場的領導者 有什麼 以前 摩托羅拉 他們做手機 有那個 以前一支手機 叫做 Startate 有嗎 打開 一支鐵線 扭起來 這樣跟它說 外面做到 鋁合金 那種手機 做 做 有很多 小姐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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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改变了 不可能改变 所以我们的生活要不改变 所以这个跟苹果很像是 我们在思考台湾国际体育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要think different 来 那这个商品 这个商品大家有意义吗 这是在美国入侵伊拉克 大家有意义吗 那是海山政权嘛 美国是说 它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 对不对 这个影像就是很典型的 美国大兵 攻打进入伊拉克 把伊拉克的海山政权推倒 有没有 所以这个影像给我们一个时刻 就是说 只要是政策 一定有人政党 也有人政兽嘛 但是一般 在外国 他们没有在用贏和输 这个字眼 他们是用 征服 和被征服 这个字眼 像这个政策 的结果 伊拉克 他去美国征服 政府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海山 对那个政府 跑到哪里去了 没有贏 对不对 是不是垮海了 那 但是 这个政策 之后 美国要怎么 他是不是进去之后 他是不是取代了 伊拉克海山政权的那个政府 对不对 暂时取代 美国对伊拉克有什么政策 有啊 有政策 有啊 有政策 有什么政策 他要为伊拉克战后的安全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要为他的秩序 跟安全 这就是 政府者 他在对于 被他政府的那一块土地 跟那些居民 他的义务 这就是他建政的义务 他的安全 和他的秩序 都是美国的义务 好不好 所以接下去 美国是不是在 那些居民 有听到吗 美国进入伊拉克之后 是不是成立 伊拉克的 美国的居市政府 对不对 那美国进入政府继续之后 他是取代了原来的 伊拉克的 那个海山政策的那个政府 所以 一个国家的政府 选择一个外人的政府 给他取代掉 所以那个国家 掌管国家 的那个最高权 暂时被握在谁的手上 美国 对 就暂时被握在美国的手上 来 这个 这个是 又建政了 他们说到 在美国的 副总统 叫做 倫斯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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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是那个官副长 官副长 他有写一件配 给三个人 一个就是 他的副总统 一个就是 他的国务卿 Colin Powell 一个是 CIA的 那个 主管 叫做 George Taney 文斯菲 他在那一份 档案 文件里面 他这样说 乌斯斐 乌斯菲 说 乌斯菲 说 美国 美国的人民 有没有发现 他这样说 啊 为什么不能太快交给 伊拉克人民 因为是这个房间 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 乌斯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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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 我给你打牌了嘛 我在那里 给你 新的政府嘛 新的 乌斯菲 这个新的政府 将来要怎么样 要对我美国要怎么 要友善的啦 这就是我给你建政的目的啊 建政是因为过去 因为我们两个 有冲突嘛 我们也有冲突嘛 有冲突之后 无法用这个学生的方法 做改冠 乌斯菲 只要用建政的手段 做改冠 对不对 但是 世界上的建政 那不是说 我给你打 那你整个让我给你消灭 那不是这样 不是 不可以这样 这样子 这样子是回法国际法 我给你建政 是因为我的管理 可能有时候就算了 我只是要出回 我应有的权利而已 我不是要把你消灭 所以我给你建政了 因为我们经济有冲突嘛 我给你建政了 你的新的政府 你就是要到我 将来要变成好朋友 这就是建政的目的 建政的目的 所以 所以有这里 你就可以发现 美国有将伊拉克 变成美国的领导 没有 对不对 那最后还是交还给 伊拉克人民 但是交还给伊拉克人民的时候 已经帮他们成立一个 新的伊拉克的政策 美国有跟日本建政吗 有啊 那时候 台湾 台湾那时候的地位是什么 这个政策 还是说建议进行 台湾的主权 是在什么人的選手 日本官的政府管辖台湾 日本政府管辖台湾 他派总督嘛 对不对 所以那种政策就是这样 这是在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区里面 这个黄的战区 这是黄的战区 黄的战区还不好 这是日本军 战优势的时候 可以趴在家 但是为了这条 美术战争 這可以說誰被政府了 誰被誰政府了 日本被美國征服了 所以 以前日本的領土 一戰線可以打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怕到中南半島 辛吉內 印尼 這些太平洋的小島 都借到這裡 包括借到夏威夷 這裡有一個叫做 IWA巨馬 有什麼地方 硫磺島 這個戰役美軍使了很多人 戰況慘烈 吸收的來 來 就是這個 這就是美國 華盛頓DC 有一個 IWA巨馬的金恩杯 這就是那時候 美軍攻向 聯合島的那時候 把美國戚插在聯合島上面的 那個畫面 把它做成 這樣的一個紀念碑 我們知道嗎 日本是不是 劍白 天龍 夏招書 五條件 投選 你給我看看 如果沒有發生 離出世界大戰 如果沒有發生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外面 政府機關 一名插那個機 什麼機 日本機 日本機 大家沒有意見 對不對 這個不會否認的 所以你只要確定這一點 大概就已經OK了 好 算了 我們剛才在上面說 建軍後 是不是 建輸的人 要跟建立的人 要變成 什麼 好朋友 要變成好朋友 在四月二到 要進山 去訪問 這個 進行就去訪問美國了 跟歐巴馬的競爭 兩四月二到 他在美國的參眾 兩院的聯繫會裡面 對不對 他做了一個演說 這是一個演說的題目 叫做 Tour and Alliance of Hope 邁向希望聯盟 邁向希望聯盟 是有一個報告 在北京市裡面 他在這個演講裡面 他有一場畫面 其實是蠻感人的 對於這個畫面 這個 代表美國 共黨 聯盟 聯盟 的一個 Luternal General Lorence Snowden 這個 他就是一陣子 在打 聯盟 時 他就是一個聯盟 一個聯盟 他去攻打 聯盟 聯盟 尤其是 塔卡 新島 他是 這個 塔卡米奇 福利巴雅士 這個 總軍 的 選 所以 第一 說 他兩個 他代表的是 日本 聯盟 的 戰爭 的 是日本軍 他是 港大 聯盟 美軍 對不對 啊 他們兩個 同樣 坐在 那個 觀眾 裡面 他們做什麼事情 阿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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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祝就說 成為朋友 放在 靈靈 阿祝 阿祝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過去 美國和日本 在戰爭裡面 是很長的 但是 最好 他們今天 變成 好朋友 而且 原來是 表面的好朋友 是 打從心裡 變成好朋友 所以 安倍晉三 他來這場演講裡面 其實 代表有一個 很大的意義 這就是說 美國 跟日本 因為 二戰 所產生的 敵對 在戰後 已經 完全 和解 而且 美國 跟日本 變成 非常非常 好的朋友 這就是 互相 緊密的 結合在一起 這就是這場 演講裡面 令人 滿感人的 一個畫面 所以 你看看 過去的 戰爭的模式 它都是這樣 因為 有衝突 所以 開始 軍事運動 軍事運動 當然有人 建陽 有人建輸 建輸 那就是建陽 什麼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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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政府 建立 你看看 伊拉克 海上的政府 是不是被美國 改掉了 對不對 你看看 日本 建設在日本的 日本的政府 是什麼政府 大日本 帝國 對不對 但是 在日本的 日本 是不是改善 它是 改善 和平 憲法 美國 曼加瀋 總黨 將日本的 大日本 民主憲法 改善 新的 日本國的憲法 有沒有 所以是 該政府 對 該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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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政府者 跟被政府者 要和好 剛才那個 伊拉克 伊拉克戰爭 美國的 國防部長 文斯北 以前是說 美國要確保 伊拉克 新的政府 將來對美國 是要有好的 這樣 我才能夠把 伊拉克的政權 再還給伊拉克人民 對不對 他到底 美國 跟 日本 這次的 安倍晉升 在參眾議院 在那個聯繫會裡面 的這個演講 是不是代表 他們兩個已經 真正的很好 對不對 很好 然後 一起結束軍事戰 雙方的關係 就恢復正常 他現在都變成 變成更好的朋友 這就是 一個 國際上 戰爭的模式 這樣子 真正 不是要對方 消費 不是要對方 趕緊殺絕 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 那些人 如果是那種 想法 那些人違反國際法 而且 它是一種 戰犯的行為 那要受到 懲罰 那要受到懲罰 第三 他在這個演講裡面 他又說了一個 重量 其實跟我們 台南政府 在說什麼 法理 法理概念 其實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在這裡 他有說到 他在這個演講裡面 他有說到 and regard the state of Asia waters let me underscore here my free principles 他說 在亞洲的這些海域裡面 啊 一 要特別強調 一的三的關鍵 好了 亞洲這邊的海域 現在有什麼 有什麼 針断 釣一台 釣一台 什麼 南海 對 所以釣一台跟南海 這是針斷 那這些針斷 都是 大家都 大家都 講愛就是一個 對不對 他說一個 他說一個 大家好像沒有一個 共識 他怎麼這麼說 他怎麼這麼說 來第一點 第一點 第一點 States shall make their claim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 他說 他說 在這個海域的所有國家 都可以 主張他的管理 但是要怎麼 要關鍵什麼 關鍵國際法 要關鍵國際法 要關鍵國際法 你的要求 但是這個主張 你的要求 要符合國際法 的規範 這是他第一點 這樣說 第二點 他這樣說 They shall not use force or coercion to drive their claims 他不行 你要主張 你的管理不行 但是你不能用武力 所以你不能強迫 不可以用強制的手段 來行使你的請求 他要跟誰說 你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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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第三點 如果有爭端 不管是任何的爭端 要解決爭端的話 I have something to call 和平的手段 要使用和平的手段 這是三一 這個principle 最後一個強調 We must make the vast seas stretching from the Pacific to the Indian Ocean Indian Ocean seas of peace and freedom where all follow the rule of law 你跟他講 我們太平洋 衍生到印度洋 這裡的所有的海域 日本要確保 這個區域 這個海域的 和平和自由 而且 在和平自由的追尋底下 全部都要按照法理來處理 Rule of law 要按照法理來處理 所以他在這裡 就跟全世界說 只有遵照國際法理 只有按照國際法 然後用和平的手段 才能解決目前大家的爭端 如果沒有 你還無力向向 後來 也是騎著 有這個 有這個國際法的 正義的那一方 他才能夠取得優勢來 沒有 其他人都沒辦法了 好吧 所以 那就是 那就是 我們 必須 強制 日本的 聯合 那就是 我們的責任 所以 我們要確保 太平洋 一直延伸到 印度洋 這個海域裡面的 和平和自由 日本和美國 他們就要堅實 他們的 美日聯盟 美日聯盟 這是 現在 安倍晉三 他的政府 他的 他的責任 他的義務 要確保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話 美國 主張中國 他這瓶經濟繁榮的 還是一崛起 你會發現 中國的很多舉動 其實 他的 他的 公文 你會覺得說 喔 好像 很侵略性 你會覺得很侵略性 但是你這個 有侵略性的這種行為 他在國際法裡面 在國際法裡面 那就是代表一個威脅 一個國家 一國際法裡面 一個國家 他如果遇到另外一部 國家的威脅 他可以解釋 血亂戰爭 血亂戰爭 那當然 大家都知道 戰爭是很殘酷的 戰爭會造成很多傷亡 戰爭會造成很多痛苦 所以大家都盡量拼著戰爭 所以 如果要拼著戰爭 要拼著戰爭 所以要用什麼來處理 要用國際法 要用法例來處理 所以說 法例上 到底 人海 人來去島 南沙西莎去島 到底是什麼人的呢 主管管理 釣魚來 到底是什麼人的主管管理 這要用國際法裡面 去了解 齁 來 我們來看台灣的地位 我們以前不就是世界大陸以前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一份子 這個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們以前是台灣人和世界各國 是不是都正常人來 我們出國 那時候三個好將是什麼好將 大日本帝國發的護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怎麼會有正常 我們很正常 對不對 但是 日出世界大陸之後 我們的日本台灣 票不僅僅 什麼人僅僅 美國僅僅 因為美國是主要占領全國 但是美國有自己來嗎 他派誰來 就這麼做 所以有簡稱就是ROC 台立 台立 美國軍事 什麼台灣 啊 剛才開始 我們台灣的名字 就開始變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一步告 新鮮日本國 他就在古今山後面條件裡面 他放到台灣的 就是 Write Title 跟Claim 什麼意思 Write Title Claim 這三種 管理 這是因為 租款 的管理 這是租款裡面的管理 不是這樣而已 不是從所有的管 都放到 所以 日本政府 他有擁有台灣的領土付款 沒有 台灣的領土付款 在什麼人的心想 在心想 但是 日本政府 他有管轄權嗎 他真的有管轄權嗎 有 但是 因為 他有世界大陣 目前 所有和平交友 他搶到他 他放棄了 所以 日本政府 他放棄台灣 所以 我們現在 跟日本政府 其實 聽說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他要管什麼 他要 沒有辦法管什麼 這個時候 我們台灣 繼續 這個 集塊球 來幫我們台力占領 但是 集塊球 1949年 十幾歲 中華在這邊 共和國成立 之後 他 中華民國 變成怎樣 變遭龍 對不對 遭龍 遭龍就是 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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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 還在這裡 就是因為 在這裡 我們的 人權 我們的 國際定義 現在哪有正常 沒有正常 沒有正常 我們要回合正常 就是這樣 這樣 流亡的中華民國 他怎麼回去 因為他不是主防國家 他也不是 我們的人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也不是 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這都不是 所以我們要回合政府 回合我們 政府的一頓 就是美國 要來親自 歸屎占領 然後 成立台灣民眾 來觀察 台灣人 他是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政府 他不是 代表台灣人 對我 都代表台灣人 沒有辦法 所以 你覺得 你覺得 只要是 中華民國 他出了參加 的地方 國際的地方 不管是比賽 也好 還是 開會也好 他在 參加的 在媒生地面 灌上 台灣 這個 泰桶 你嘴上 有 沒有 沒有 都沒有 所以 中華民國 他根本就沒有擁有 台灣人怎麼出發 他沒有出發 把台灣的泰桶 灌在他的身上 這樣了解 對吧 所以 這個 台灣民眾 才是屬於 本土台灣人的 政府 但是 這又是在貴族 中華民眾 在那裡 的心態 這時候 只要開始運動 我們世界 都會承認這樣的 一個體制 只要 只要 這個體制 確立了 我們台灣 其實就離開 政治戀獄 這就是越來越後 某一段時間 大家都了解 這時候 美國 他可以結束 軍事占領 就好像美國 結束伊拉克的 軍事占領 就好像 美國結束 阿富汗的軍事占領 對不對 這一輪 那結束 就這樣了 我們的地名 就沒有 美國的這個最高權 給我們控制 所以 我們的一波 會是什麼 他的願景是什麼 你能夠收拾褲子 對不對 你大概是可以想像的到 所以 這是讓我們台灣的 公正地位 進修 我們已經看進修 這個步驟 這都是按照 郭建華 的 邏輯 和 流程 的 來 要跟大家 記輸說 現在台灣 到底有什麼 所在不正常 我們來看 第一 這個政府 有正常 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 說好 幫台灣人 參加我們阿福 沒辦法 不管你是 心情 還是 還是要做什麼 都沒辦法 像你參加 他的周邊組織 都沒辦法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政府底下 可以幫你辦公道嗎 不可以 不可以 這個政府 對我 有給你 主權獨立的 這個概念 也沒辦法 這個太子 有給你 邦交國嗎 沒有 這個太子 有給你參加 國際投資 有給你正常的 新聞參加嗎 也沒有 啊 派代表 出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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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隊有夠把你用 你台灣的名字 也沒有 也沒有 對啊 啊 這個你怎麼反規呢 他跟你說 台灣是中國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憐國的領土 對不對 這也不對 這是謊言 那到底 台灣的領土換回 到底在哪裡 有沒有包含 基本馬祖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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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領土換回 沒有金門馬祖 你想像啊 那你大日本帝國的時代 台灣有沒有金門馬祖 沒有 沒有啊 那個時候金門馬祖是誰的領土 是中國的吧 對不對 所以你 這樣就這樣就知道 金門馬祖是誰的神聖 不可憐國的領土 中國 對 是中國 好啊 這也不對 再來 他有給你 政府的國籍嗎 沒有啊 沒有啊 他叫你三個中國民國的神聖 啊 但是那些是中國的神聖 那我代表你是台灣人 沒辦法嘛 他的教育都中國化嘛 對不對 啊 他都對不對 譬如我們的農民都不要禁責啊 啊 啊 這很危險啊 這很危險啊 糧食要自給喔 糧食的自給力要有相當的程度喔 那不然你如果住到外國外面 那糧食那時候 這樣不斷倒死 對不對 這很危險啊 啊 能源耶 他在我們這裡去 四個的去核電廠 對台灣這個 這個比較小的這個領土範圍裡面 那些 這些核電廠如果萬一有事情的時候 那台灣哪邊招一堆 蛤 蛤 蛤 會跳海耶 對不對 你要想像啊 核四 假設核四真的出問題的時候 他的安全逃生化為十幾公里 半徑多少耶 三十公里喔 齁 這三十公里裡面 是不能住人的喔 你想想想 你跟地圖為古國地圖 你把這個三十公里 唯一說了 他有三十公里的直徑 半徑都會出來 包含到哪裡 有的大法治 有的新北市 跟我來住人 我來住人啊 那這些人不知道 對不對 是不是很危險的事情 你跟他這樣想啊 所以這個 核電不是要跟不要的問題 這個是牽扯到生存的問題啊 跟生存有關的事情是不能開玩笑的 哦 啊 官家語言 這都不正常了 對不對 啊 啊 我們的語言 尤其我們的原住民語言 幾乎已經快滅絕了 對不對 我們是 我們是 那是大年輕人 小年輕人 現在說台語言 說不清楚 講話以後 講清楚嗎 都說不清楚了 哦 所以這麼多福建想的事情 都是因為這個中華民國的體制 在我們台灣人的體制 哦 來 這也是最近的新聞啊 齁 蔡英文說他要跟他選 2016年的 結王中華民國的總統 啊 他美國官員就告訴他 他最近有注意到 蔡英文的兩岸議題的說法 他認為蔡英文竟然對於 這個議題的言論啊 頗有意思 也對他有建設性 但是呢 美國官方希望 為蔡英文本人啊 聽到更多他所說的做法 是什麼 蔡英文最近是不是說 他 他現在為什麼 台灣為什麼 維持 現狀 對不對 啊 蔡英文最近兩個吐槽啊 在這裡 四位雅膏的新聞啊 蔡英文就是 兩個問題啦 齁 來 他跟我們說 第一個 維持兩岸現狀的現狀是什麼 他跟蔡英文問 齁 啊所以蔡英文 他在外面 是不是有怎麼回憑 空心 什麼 空心菜 對不對 你講的一些言語 但是內容是什麼 都講不清楚 那馬英九就幫他問 你說的現狀是什麼 是不是在中華民國的現狀 架構下 不同不獨不武的現狀 九二共識 一種各標 兩國和平華戰 欸 馬英九在說這幾個 這都 這都台灣人的 這台灣人的 的目標 那什麼人的目標 中國人的目標 你要注意喔 不同不獨不武的現狀 九二共識 你剛剛看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誰的共識 台灣人跟中國共識嗎 還是中國人彼此之間的共識 那是中國人的共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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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台灣最愛的中國人 是什麼中國人 流亡的中國人 就是馬英九他們這些人 我們是不是流亡的中國人 不是啊 對不對 我們本來就在這裡啊 誰流亡過來 他們啊 對不對 他們啊 第二個 如何維持現狀 換句話說 蔡主持必須說清楚 現狀內容如何 以及維持的方法 這問題也讓大家出口一下啊 那到底現狀是什麼 台灣的現狀是什麼 台灣現在現狀是什麼 對 我們今天這個現狀 是因為什麼事 所造成的 美國跟日本戰爭啊 有沒有 美國跟日本戰爭啊 我們兩者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員 對不對 對啊 我們也有 我們 我們有那個 三萬兩千一百年的 台灣英靈 在什麼地方的黃共鳳 建國神社啊 所以台灣人是什麼人 日本人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美國跟日本戰爭 定義 美國跟台灣戰爭嗎 有啊 啊 啊 有戰爭的關係 有戰爭的關係 我們建爭 我們建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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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爭啊 對不對 我們建爭啊 請問一下 這個建爭的狀態 要改毒啊 那不可以嗎 所以 媽英革問蔡英文 台灣的現狀是什麼 我感激的問 台灣現在的現狀是什麼 台灣現在的現狀是什麼 在裡面 在戰爭之中 對 還在美國軍事戰爭之中 所以才會有台灣民政党嘛 對不對 因為民政党是因為 建爭的關係 所有福祉的當地的政府 是這個意思啊 來 所以 因為我們是美國軍事這麼中的狀態 所以 我們的連環 受到很改善 他們這個體制 把我們黑龍設斗 讓我們失去了 大日本益國的國籍 然後他又強加我們身上 一個中華民國的國籍 請問一下 這兩個 這兩個的舉動 有沒有符合國際法 的這個規法 沒有啊 都沒有符合喔 所以 因為他們都違法 所以 譬如你們發言 這個國際法令 他一定 兩千五六年 就開始去各美國 這是 美國的 第一次各首 各美國的各首 的地方法院 的這個訴訟 訴訟的 這個案子 在這裡 三位兩個 有什麼呢 Doctor Rajuan CSD Dependent Planty 就是原告 誰是被告 Dependen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 有什麼呢 有什麼呢 秘書中閣 Rajuan CSD 這是 兩千塊人 第一次各首 這是 一心 地方外的 各首的那個案子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到來後 到來後 他上層 對不對 他繼續上層 這是 各電話音 就是二神 各電話音 各電話音 所上的案子 在這裡 在這裡 那誰上層誰 Rajuan CSD 是什麼人 必須聽啊 那誰是被上層的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 Appalent Adopt of Apple 這是上層人 再被上層人 好 各種上層 好不好 這是上層 上層 上層是關於什麼上層 關於一心 這個案 上層 所以上層 這是 這是 第二神的案子 大家可以去網路 去美國的司法院 去查答案 就知道 全部的文章 都讓你看 沒有什麼秘密啊 對啊 就上網去查就好了 啊 重點 他在 國電話音 在破國文裡面 他有引述 一審 這個 Brown法官 他有一點改良 他在破國文裡面 他這樣寫 他寫 他寫 美國 和中國 中國 和美國 混亂的關係 已經超過六十年了 因為美國和中國 混亂的關係 所以做行 台灣的居民 台灣的居民 陷入政治戀獄 他們 政治戀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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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了天堂 是不是確定了 你下了地獄 也確定了吧 對不對 但是你上不了天堂 也下不了地獄 你變成 孤魂 野鬼 遊走四方 你有沒有確定 你的狀態有沒有確定 不確定 這就是戀獄 Political purgatory 就是這個意思 他的意思是說 你台灣的人民 沒有被確定 你是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那 During this time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belie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d the government 因為你是一個 政治戀獄裡面的 這個狀態 不確定的狀態 所以 你現在 在這個過程中 大家人 跟有世界上 一致承認的政府 沒有 這美國 屬於他們的法官 法官的結果 所以他跟你說 台灣人有政府 沒有啊 台灣人你有代表力的政府嗎 沒有啊 為什麼說 一個地方裡面 要有他所代表的政府 為什麼 我遇過這個問題嗎 對 沒錯 政府的努力 就是在保護 你的人面的安全 清楚你的福利 這就是政府 他的神聖的任務 啊 啊 這都在這個 萬國共和法裡面 都寫得清清澈澈的 啊 這是政府 啊 我們一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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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安全 我們怎麼組織起來 組織起來 組織起來之後 我們會找到一個頭嘛 對不對 那個頭 就是 他說 你這個組織 他 他 他的首領 啊 他的首領 在萬國共和法裡面 他叫做 savory 啊 如果在天 如果在日本 savory 他什麼人 天王 啊 如果在美國呢 savory 什麼人 美國中國 啊 savory之後 你知道喔 他造成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 它有authority 他就有一個權威 這個權威就是 你當管治人民 管治人民 為人民 毛福利 所以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 它就是有管轄權 它有authority 對啊 啊 在這個savory 的信息 它有什麼 它有什麼 它有什麼東西 那個東西叫做savory 那你知道喔 所以savory 就是 代表這個地方 那個最高的那個人 那這個最高的人 他對於這個土地裡面的人民 他這裡的土地 他有一個權利 那個權利 叫做savory 這個savory 本身 他代表的 一種管治 在這裡衍生的 另外一邊 就是 義務 對義務 他有什麼義務 他要為這些 這些人民 無福利 要照顧這些人民 有這些人民的安裝 來接受 要有什麼管理 他的管理就是 在管理你 他可以管理你 他管轄人 管治你 限制你的自由 這就是管轄 所以savory 本身 它有兩種東西 一個是權利 一個就是義務 因為你這裡做事情 之後 你有代表你的政府 你對外 就可以競爭 跟人家 交往 你這裡有競爭 你要在世界各國裡面 你這裡有 可以競爭 往來 你等一下參加 國際組織 坐在桌子上 跟人家說話 人家才能夠把你當作 你是正常人 阿如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身分 你根本沒有身分 我給你搶什麼 對不對 我跟你說一說 你看我代表 你看我代表 你所有的台灣人 沒辦法 我跟你講什麼 我沒有必要跟你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現實就是這樣子 所以一一陣子 不是說那個 民進黨的一個 副理部的主任 我小時候 我組織組織 要去參加那個 副女的一個 一個組織的 那個會議 結果去找人 叫人 叫人家 不可以進去 對不對 這就是問題 問題就是在這裡 沒有被承認的政府 以實際上來講 代表說 所有的台灣人 都在一個 uncertain statu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在這個世界的社會裡面 台灣人 是沒有確定的 聽說 你有政策的新聞嗎 你是什麼 你說的 你說得很嘴 你沒有代表 政府拿著我講 對不對 你的管理這樣 你有受到 你的管理有受順嗎 有啊 受順啊 對不對 你沒有考慮跟 世界各國的知名 一樣 有那種管理 可以交往 正常交往 對不對 啊 來 啊 誰拜個手 因為 你後來 10萬人的 這個 10萬人的 他希望 沒有跟你拼說 台灣人的國籍是什麼 啊 因為 美國 他是三權分立 啊 他不可以拼說 他不可以拼這個 總統 你應該做什麼 做什麼 在位 這個總統 啊 他有聲音 什麼什麼什麼 啊 他才可以分補他的聲音 啊 國際關係裡面 他才可以用他的聲音 他才可以拼拼什麼什麼什麼 啊 他在美國裡面 這叫做 俗法 他叫做 Political Doctrine 叫做 政治原則 啊 他不可以拼你 行政部門 應該要做什麼 做什麼 他不可以拼 所以 他出 第一次的各種 上到 最高法院議員 你是 不是 那 在二审的時候 他還是用Political Doctrine 沒有判決 但是他有顯示出來 這些結論 你沒有看過 為什麼沒有看過呢 因為我們台灣人都準備好了 啊 不會嘛 好啊 啊 就是因為 第一次看過 沒有一個明確的結論 時間 我們還要準備 我們準備差不多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在 2017 2025年的 二月二月八 在美國是二月二月七 提出 第二次的訴訟 這一次的訴訟 各位 就更明確的 還有 中華民國 和 美國 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 是一體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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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立 做那個 什麼人去做呢 Roger CSD 這是什麼人 秘書長 秀連 立 這是什麼人 這是夫人 這是秘書長夫人 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 台灣 政府 政府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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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去告 三個人去告 台灣人政府 有沒有去告 有啊 台灣人政府 是 是誰 就是在座各位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有三新聞成的 那些三萬幾的人 這就是 去告美國 到國中華民國 現在我們 相信最近 你在我們的網站 你幫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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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之後 三十二 去美國 我們的秘書長夫人 去美國 開記者會 那個國會 記者會 集約部 國家記者會 集約部 去開這個 所謂的宣告 啊 秘書長夫人 做一些簡報 啊 移過去 我們的委任律師 叫做 Charles Kent 他也移過去 對記者 做一些回應 啊 回答一些記者的問題 這是 開記者會的一些影片 啊 這個 這個動作在做什麼 這個個手在做什麼 就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 國際會進行 回復正常 我們來了解 我們現在什麼 要 被贊成 對不對 好吧 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贈贈 贈贈 這贈贈 不是我們平坑 這樣說一說的 不準算 不是這樣 不是喔 這都按照國際法 國際戰爭法 做三星的一些概念 全世界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啊 這個 在 日圍也說 裡面 也說 就暫停這件事情 啊 在美國 在美國 英國風波 有發行 一本 測試 叫做 FM27之石 這就是 這個 這個 戰地 戰地的那個 手冊 美軍的那個 戰地手冊 他這個戰地手冊 裡面 其實就是 所有國際法 戰爭法 在戰爭的時候 美國大兵 還是說 美國的軍人 他要遵守什麼規則 他在戰爭的時候 在建島的時候 他要遵守什麼規則 他裡面 都有的聲音 這個手冊 它是個集合所有的公約啦 自內的公約 海洋公約 還有一些 戰爭的一些 國際慣例 全部匯集在這個 FM27之石 這個 戰地手冊裡面 然後 它裡面 就贊了 occupation 他就看到這裡 雙雕的就是這句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佔領 不遺傳 主權 主權 我們知道嗎 savory 是什麼人 統治者 最高的那個人 帝制的國家就是誰 皇帝 天皇 民主國家就是誰 總統 有什麼 那三文治 就是依附在那個 三文治身上的那些權利 那些權利 那些權利跟意義 所以 戰爭本身會不會移轉 三文治 不會 不會 就是 他的戰爭手冊裡面 他有開宗民意 就要跟你說 所以 降量 國移戰主法 不是我們平空抓一條 抓下來跟你說 這是按照國際化 所得到的結論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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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要不移說 這甩魚就要問嗎 我們來看 軍事代理是一種 秋段 什麼叫秋段 是建徑的秋段而已 這就是 軍事代理是一種 秋段 那這種秋段 就是讓這個 政府者 政府者 它是一種 奉還 這個奉還是 你要控制 被我政府的那些人 所以你剛才看 我們打開信心 有看到美國大兵 那種奉還 有嗎 還有 論事委 說 不要太快把 控制權 交還給伊拉克人民 有沒有 所以 軍事占領 就是一種 控制 被占領 被我打敗的 那一方的 一種方法 所以 軍事占領 其實是用手段 你目的是要取得什麼 控制 要控制 你這個地方 你控制 你這個地方 控制之後 會怎樣 你要聽他的 對不對 你的最高權 被他控制 你一進出 就受到他管制 對不對 你跟外國交往 也須他管制 你要出國 你要出國 你要出國路由 你要經過什麼 軍事政府 他要發 他要發行什麼東西給你 旅行證件給你 他要發美國軍事政府 給你的旅行證件 你才能夠離開 你才能夠離開 你才能夠離開這個地方 就是控制 所以最高權 控制在誰的手上 占領者 對 就是美國手上 軍事占領的本質 It does not transfer the sovereignty to the occupant 軍事占領的本質 沒有移轉主權 給這個占領者 But simply the authority or power to exercise some of the rights of the sovereignty 看你了 看你了 看到什麼 軍事政府 本身沒有移轉主權 但是它有移轉什麼東西 管理權 對 它有移轉 sovereignty 上面的right 主權上面的權利 這種權利是什麼 就是管轄的權威 就是管轄權 管轄權有沒有移轉 有 有移轉 所以 中華民國現在給你管 這個事情 這樣你有清楚了嗎 為什麼他可以管我們 因為他是代理美国軍事占領的 就是說 他把我們的所有的法律法 跟我們改過 他把我們改我們的新聞賊 改我們的新聞 把我們求稅 還把我們 叫做中華民國軍事占領 這幾項事情 有符合規制法嗎 沒有 這個人不符合規制法 而且是違法 違法 違法規制法 這都是戰法的行為 所以 國主將來沒有移送出款 但是他有移轉 諸款地面的管理 就是管轄權已經移轉了 好 來 那軍事占領的目的 好 The exercise of these rights reloads from established power of the occupant 好 國主將來 他可以行使這種管轄權 他是用什麼方法來行使管轄權 國主將來 他用什麼方法 可以來行使對我們的管轄權 建議上的權威 權威是怎麼建立的 蛤 對 因為他建軍就是武力吧 他要提一下什麼 他要成立 軍事政府 所以他的形態是用 形成一個軍事政府 然後 就是 establish power of the occupant 所以 他要把國主將來 要把他管轄 他要成立 軍事勤務 那軍事勤務 之後 他要 行使這些管轄權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就是這個 the necessity of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我給你建牌了 你這裡是百費待絕 對不對 啊 啊 百費待絕 我是不是要在這邊 要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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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威的政府 開始來管理嘛 對不對 啊 恢復秩序嘛 對不對 大家開始 尊修原來 尊修原來 善如樂 對不對 所以他們 maintain law and order 所以 建金 是不是百費待絕 是不是 戰亂 短期八糟 啊 建定的人 跟你占領的人 他就要 這個地 把你這個所在 恢復你的 法律 跟必然秩序 啊 這個 恢復法律 和秩序 這是對身 很重要的 對被佔領者 的人民 被佔領者的人民 很重要 同時對於這個 佔領者 他本身 也很重要 啊 啊 如果 秩序沒有恢復 你的想像 像伊拉克 有啊 美國印象伊拉克 他的秩序 如果沒有恢復的時候 那個情景是什麼 他是不是 到處被人家攻擊 對不對 啊 所以 全日軍事政府 Maintain Order 加路 不是 也是要保護這個 佔領者啊 也是要保護佔領軍啊 他不僅保護了 被佔領的人民 也保護了佔領軍啊 這樣下去了 一段時間變成了喔 一節一節都才會進窮啊 來 接下來他就考慮 把控制權 還給 原來的 恩民 啊 這樣了解喔 好 再來 我們來看 Nature of the USMG 或TGG 啊 那呢 美國軍事政府 或者是台灣民政府的本質 什麼 啊 its character is the same and the source its authority the same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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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質都一樣 啊 啊 他剛才就是要 這個 他的 他的權力來源 都是完全一樣 不管你是 你現在成立的軍事政府 還是 都會啊 一下下的 這個民事政府 他 他都是一樣的 他的來源 都是一樣的 他的權威的來源 都是一樣的 It is a government imposed by force 軍事政府要 民事政府要 這不是 民事政府 那不是 投票沒選啊 不是 他是什麼來的 by force 被 impose 被 被 被啊 被放進去的人 武力放進去的人 啊 什麼武力 征服者 李公 所以 那 台灣民 他的權力他也從哪裡來的 美國軍政府 啊 美國軍政府是聽誰的指令 歐巴馬 沒錯 他都是聽美國的三軍統帥指令 因為這都是戰爭裡面的 啊 屬於美國總統的管理啊 啊 所以 那你的權力來源 是不是 投票來的呢 啊外面的人跟我們說 啊 你如果沒有民意的基礎啊 你是怎樣的 叫做政府 啊 你會不會 我們只有國際換來的啊 啊 所以我們的權力來源 我們的 我們的權威的來源 不是因為民權啊 是因為外力而來的 什麼外力 就是征服者的力量而來的 所以美國 比較讓我們 承密的 啊 那 這個承密 有沒有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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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性 有啊 啊 and the legalty of its acts is determined by the law of war 啊 我們民事政府 或者是軍事政府 台灣 台灣的所有的行為 所判定出來 都是 都是根據什麼 戰爭法 啊 都是根據戰爭法 讓我們的行為 舉措 都有合法性 啊 這樣 大家了解喔 所以有可能 都跟我們說 你如果沒有民意基礎 你如果沒有選舉 啊 那就是怎麼樣 對戰爭法 對佛系法 懂不懂的人 沒有了解 人家說什麼 那你要 你要用什麼來跟他 枉佛 你知道 你就要根據 國際法 戰爭法 所以 我們要在外面 解決爭端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 國際法 戰爭法 跟安倍晉三講的嘛 對不對 安倍晉三講的嘛 就一樣啊 因為我們在處理什麼 什麼事情 什麼階層的事情 國家的事情 我們在處理國家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用國際法 戰爭法來處理 好 在這裡 還有一個概念 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 這個叫做 蘇西雄 跟法律雄 我們說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 給大家 去思考一下 這個故事叫做 他是我爸爸 我們來看看 這個故事 人物是這樣 有一個單身老王 有一個叫做陳曉明 還有一個 還有陳曉明的家人 有陳父 陳母和陳弟 有陳母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 但是是這樣 老王車禍生物 我們知道嗎 車禍以外死亡 是不是檢查公園嚴死 法律的失蹤 結果 陳曉明到場 然後他說 他是我爸爸 欸 這個時候你覺得怎麼樣 怪怪 這個時候你覺得怪怪 老王姓姓姓什麼 陳曉明姓什麼 欸 怎麼會說他是我爸爸 對不對 你就奇怪了 好 來喔 他呢 陳曉明說 他是我爸爸 欸 他 他確定是老王的兒子 那陳曉明 因為老王死掉這件事情 他可以在法律上有什麼確定 在西方的性 在西方的性 在你 弄死他爸爸那個人 是不是要貴錢 陳曉明是不是 可以幫他 弄死他爸爸那個人 來球場 對不對 所以這是他 法律上的管理 但是 陳曉明跟老王的人 好誰 他要去證 他要去證 要證明嘛 對不對 但是 目前 你法律驗世這個階段 陳曉明是不是老王的兒子 不是 法律驗老王的屍體的時候 陳曉明是不是老王的兒子 法律上 不是 對不對 絕對不是嘛 因為他有爸爸也有媽媽啊 對不對 他有爸爸也有媽媽啊 好啊 所以你來吧 好啊 這樣 小明 過去他是什麼新聞 他是陳家人還是老王 王家人 陳家人 陳家人 那現在呢 他好像要主張 他不是陳家人 對不對 他要主張他是王家的人 但是他現在告訴我什麼 DAA 那要什麼 MDAA MDAA 大家認證 我看得這麼多 好啊 MD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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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樣啊 陳曉明 跟老王 有百分之 九十九 點九九九九 一等 這個關係 好 請問 這裡 MDAA 請問 陳曉明 是不是老王的兒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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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是 是 你回答要嚴謹一點啊 學員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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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欸 對對對 對不對 我告訴你嚴謹一點 你說 是是喔 以前上 他應該是老王的兒子 但是在法律上 他有沒有是老王的兒子 這個親屬關係 沒有 沒有啊 那陳曉明該怎麼辦 他要去 他死了 要這樣 去拿證明來 來 想掉他才是 DNA是一個政府嘛 第二 他陳曉明 他要用什麼方法 他叫做證明說 老王是他爸爸 然後恢復成 老王是他爸爸的這種 法律上的 性分嘛 清楚關係嗎 他要怎樣 我們剛才有說 有爭端要按照什麼 法律嘛 陳曉明 陳曉明 他現在身份有爭端了 他要按照什麼來處理 法律嘛 我們剛才有說 還是按照法律嘛 那DNA是一種證明 他的身份的一個政府嘛 對不對 但是 他最後還是走法律的程序 來證明 老王 就是他的爸爸嘛 對不對 那這個 他就要怎樣 第一 他要去 他要去看什麼 他要去看他 去看他 叫他去看 叫他裁定 老王是他爸爸 好 這是 他當然知道 那個政府機嘛 不是因為我政府機 那都沒說 但是 只要這樣 他覺得 沒辦法 他本來 存在那邊的時候 要怎樣 也是要去看他 去照顧 對不對 好吧 但是 他要去證明 他是老王的 這段時間裡面 所想要開始 對不對 老王的遺產 這時候哪有人去嫁生 沒有 沒有 沒有人嫁生的 最好會變成什麼 政府 會變成政府的嘛 對不對 他要去做什麼 他要去做什麼 他要去做政府啊 他要去做一個當地的政府啊 當地的主管的政府啊 我正常在家裡 就是家裡官 就是家裡官 就要去做什麼 家裡本政府的管長 啊 他家裡是要做什麼 家裡市的市長啊 就是這樣 他就要去做 家裡說 你不可以 執行我的 老王的遺產 等我的行為確定了 才不來處理 所以他要去做三個 那這三個 把老王的遺產 要叫政府出份 的這個故事 給它 但是它動起來 我先去 他 離開 陳家的新聞 確定了 老王的新聞 確定了 好 這些所謂都肯定了 請問 這些所謂的過程之後 請問一下 他要去 他現在這樣 當然是 這個 老王的繼承人 還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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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還缺少一件事情 就是 沒有證件 缺了 對對對 愛生 換他的餐廳 再去做他 附贈 事務所 你把他電機打開 電機打開 電機打開之後 抓頭抓位 就讓這名 陳小明就是 什麼人的學生 老王的學生 這樣 這時候 陳小明 他才有 剛才說的 這些權力 他才可以 行使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案子裡面 也是要給大家了解 什麼是屬實上 什麼是法律上 不然現在你在屬實上 你沒辦法完全 你沒辦法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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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在你的感情上 覺得 那就是我們爸 為什麼沒辦法 對不對 都要 法律上 才能夠解決 爭端 好 看你 在台灣的 國際地位的現狀上面 也存在著 事實上 跟法律上 的這些觀點 我們舉個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 冷靜 暢十四年 四月十三 歐巴馬 米東總統歐巴馬 去日本訪問 訪問 訪問之後 他跟安倍晉升 近年 有人 他記者 就問歐巴馬 問他說 那釣魚台 這針端 你美國的立場 是怎麼樣 歐巴馬 你都要來回答 這題 你各位官方的 這個 網站上面 都有記者這些 這些話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clear 美國政府的政策 是很清楚的 The Senkaku Islands are administered by Japan 誒 你剛剛我說 從 Sengkaku Islands 就是釣魚島 是不是 日本 領土的所有權 是不是日本的 他有沒有這樣講 沒有 administered by Japan and we oppose any international attempts to undermine Japan's administration of these islands 美國 他確定 這個政策很清楚 因為釣魚島的管轄權 是誰 誰在管轄 日本 日本政府的管轄 而且 他也反對 平面的 國際上 平面的 要否定 日本的管轄權 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什麼 他在說中工 他在說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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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義務 來保護日本 避免 黑的國家的攻擊 但 他在說中文 他在說中文 避免 美國 美國 他不表示意見 他的立場 他不表示意見 他不會去表示說 釣魚島的主權 是誰的 他不表示意見 所以 大家必須有看過 美國 美國 美國確定 釣魚島的管轄 管轄權 在誰身上 日本 政府 但是 釣魚島的主權 美國政府 有沒有表示 他的態度 沒有 他不表示 他不表示意見 這句話可能沒有一個 所以你也發現 主權上面 好像有個什麼東西 是可以 換人 換人使用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 所有款 是指揮書 但是 管轄權 使用管轄 好像又另外一回事喔 這有一個很簡單的例 來比例 你就知道了 我開一台車 你看我 上班也開一台車 下班去這台 也開這台車 我來這裡上班 也開這台車 啊 要請問一下 我開那台車跟我的 不一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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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一定 那台車是我的 看人家 看人家 對不對 看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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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 給不同的人 使用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一樣的道理啊 釣魚島的管轄權 在誰身上 日本政府 他是釣魚島的 土權 所有權 在誰身上 嗯 嗯 在天王身上啊 那才知道 帝制國家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對不對 所以 土地的時候 在誰身上 在天王的身上 就好像 就好像英國 擁有那麼多的土地 啊 但是他把管轄權 全副 丟出去了 澳大利亞 紐西蘭 對不對 他大概是英國 有沒有 他都 他都丟出去了啊 所以 英國女王 他本身 怎麼樣 他沒有管轄嘛 但是這些土地 是不是他的 是啊 是他的啊 這是這個道理啊 啊 將來 台灣 也有很可能 跟 大英國許裡面的成員 很類似啊 你主要看喔 日本政府 現在的新的日本國 他是不是 改憲完略 哦 外甲權 是在日本進入西雄 哦 他那個四大島嘛 對不對 哦 安倍晉升 現在領導的這個 這個 那 這個日本國 你看他對外 是不是一個 類似一個 主權國家的形態 他可不可以 叫人聯合國 可以啊 對不對 哦 但是 你不說有沒有擁有 那個四大島的所有權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你們知道我看嗎 帝制國家裡面 普天之下 莫非 王土嘛 對不對 所以 到底什麼呢 聽到的啊 你不懂得看台灣 台灣 從 日出世界的前 進行 到底什麼 天龍 天龍 啊 那個從管轄的 什麼人家管轄 什麼人家管轄 二戰以前 大日本帝國的政府 他派總督府 來這裡管 等一下 所以管轄權 是一個 所有管是天龍嘛 對不對 那你注意看哦 啊 日出世界的裡面哦 你知道 有管轄權的 日本政府 新日本政府 他 在 他有沒有放棄台灣的 領主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沒有啊 啊 他有沒有領主多少錢 沒有 日本政府有沒有台灣的領主多少錢 也沒有 對 他沒有東西 他如何放棄 所以 你看他就今 是日本條例的 下 right title clain 他沒有寫 三文題啊 有沒有 他沒有寫啊 他沒有寫說 他放棄什麼問題啊 但是你要比 對比 那個 1895年 夾五戰爭 日清戰爭 他簽的那個下官條約 你注意看 他的下官條約裡面 他是不是 大清帝國大皇帝 跟日本天皇簽的含有 他含有 他含有 大清帝國 放棄台灣的 完整的主權 而且永久的割讓給日本天皇 你對比這兩個條約嘛 這兩個條約 你就發現 大清帝國的大皇帝 有沒有把台灣的 那個所有權跟管轄權 全部割讓給日本天皇 有 有 所以日本天皇 有沒有擁有台灣的領土所有權 有 自從1895年 日清戰爭 欠的合約之後 他就擁有了 那你想一想 再來跟台灣的地位 有改變的 是哪一個戰爭 二次世界大戰 欠文姐 二次世界大戰 有沒有一個條約 把台灣的領土的所有權 割讓給其他政的各國 有沒有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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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啊 完全都沒有啊 但是 新的日本國 有沒有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有 有 有 所以 我們來看看 日 日俗嘛 對不對 東角的就是日俗啊 蘇生 天皇啊 可是嘛 每戰 歐巴巴嘛 對不對 可以制服每戰 就是這些整理啊 要看看 好 所以 釣魚島 的拟脹所有權 是誰的 呢 天皇啦 秦裠準備 就是哪一個 這是日本國啊 對呀 台灣呢 現在台灣呢 台灣的體育多少錢在誰身上 天華 現在誰來管轄我們 美國委託中華民國蔣介石 你給他管轄 代理管轄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 你把蔣介石他們這個中華民國體制 跟美國想像他們是 他們是同盟國的那一邊 在政經裡面他們是同盟國的 我們是日本 我們是同盟國的 他們會不會是我們的政府 不會 不會 他是我們的敵人 所以中華民國跟美國 是不是我們的敵人 是啊 在戰爭的時候他們是我們的敵人 那既然他是我們的敵人 他們會不會是我們的政府 不會 不會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中華民國是不是台灣人的政府 不是 不是嘛 就這麼簡單 這樣就清楚了 好 好 你看 這個 現在最早的新聞 這裡 The Japan Times 這裡最早的新聞 在 台北跟東京 這個 這個 漁業學定 他說 他才有下一個 Regulation of the landmark pack covering waters of the cluster of the Taiwan 叫做 Claim Japan Unadministered Islands in the East China Sea 就是在說釣魚台海域 就是說釣魚台海域的 漁權協議 就是現在 馬英九的幾乎 去跟日本簽名的漁權協議 那你選擇的話 你看他們的 日本的 這個新聞 他們要下 台灣 Claim 意思是說 台灣這篇說 那個是我的 Claim 我主丟 台灣主丟 釣魚台是我的 所以是台灣 Claim 但是 他們要下日本呢 日本 administered 有沒有 剛才 日本的 administered by Japan 用語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 日本的媒體 他不知道 他知道 管轄權跟所有權 是可以分開的 對不對 那確定啊 等一下 台灣自己宣稱 台灣主張的 阿拉日本 正在管轄的 日本管轄下的 對啊 他沒有像日本擁有的 對不對 他沒有像日本擁有的 所以這個記者 你說最好清楚 怎麼清楚 來 所以 剛才這個 他就是要給大家介紹 管轄權跟所有權 是可以分開的 它是可以分開的 正如釣魚台 一樣的道理 那台灣的道理 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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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另外一些結論 一下 中華民國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 那台灣人有 也有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 因為台灣的主權是誰建立起來的 日本天皇 是日本天皇建立起來的 所以 日本天皇 是我們的 sovereign 那 sovereignty 在誰的身上 在他的身上 好 好 中華民國 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樣問一下 台灣 也不是 中華民國 不等於台灣 因為台灣只有福爾摩塞群島鋼 和福爾群島 中華民國 他是不是主張 他的領土 包括中國大陸 對不對 問題是中國大陸 所以我們跟他們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好 那現存的 中國民國領土 剩下哪裡 金門 馬祖 好 中國民國 不是代表 本土台灣人的政府 這一點大家 全部承認 承認 承認 現在 以前不太承認 現在應該要承認 好 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Taiwan 不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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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我就知道怎麼回事 如果沒有發生 二次世界大戰 請問 台灣人 現在外面 政府朝來的 是誰 對啊 就這麼簡單 而且 而且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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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都很煩 也沒有 所以 我們會不會變成中國人 不會 除非你自己願意 也意願 按照他們的合法程序 去規劃成中國人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持有中國民國國民身份證 有沒有辦法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沒有 沒有辦法 那中國民國來台灣 他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 他是代替美國軍事佔領 第二個 就是 贏了 劉瓦 一招喔 所以他的名稱叫做 台北 中國的劉政府在台北 那兩岸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都主張統一 請問一下 台灣人要不要去反對呢 要嗎 要嗎 你既然跟他不一樣 領土也不是他的 那他們要組成統一 你為什麼要反對 我舉個例子嘛 隔壁 隔壁老王 他家有 有兩位兄弟 啊 小伯 一個大伯 一個大隔壁去了 啊 你又有一天 他們兩個兄弟說 好啦 不然我們兩個來公和啦 我們一樣 又到這會 這樣好不好 他們兩個都說好了 說要到這會 結果 你剛才跳出來說 不行 我反對 不是啦 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剛剛很好笑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老王他們的兄弟姊妹 不是啊 啊 你請來聽說 不可以 我反對你們兩個 又一樣 又做一家 對不對 你是不是很好笑 啊 有點得意啊 啊 中華民國已經沒有 聯合台灣的正當性 因為 他們兩岸 中國人都主張 和平 統一 而且他們也終止 動員勘亂 你知道嗎 在這裡最重要的 可以請一個 X話 X話 他都請了 X話 X話 你如果去上網去吹 X話的招頭招尾 都沒什麼到台灣 你在哪裡 X話 X話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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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籍 什麼國籍的人 中國人籍的 中國人籍的 裡面沒有台灣 你回去看 X話 抓頭招尾都沒台灣 但是他會寫兩岸 台灣寫兩岸 喔 那是我們自己跳下去 我們自己跳下去 做兩岸的一邊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 我們如果跟他不一樣 你要不要跳進去 把自己當成是另外一岸 不需要 但是那一部 X話 將來可不可以拿回去金門馬祖用 金門馬祖平潭用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也是兩岸 對不對 也是兩岸 所以他裡面 抓頭抓尾都和台灣 去看一下 統一的 中華民國 統一的中國 就沒有辦法 就無佔領台灣這東西 所以中華民國一定要領虧 可有台灣正常國際地位 美國也親自來執行軍事佔領 好 這最明顯的 最明顯的 最明顯的跡象 是什麼呢 最嚴重的新聞 對 F-18 F-18 他要來就來 不走就走 他要經過 跟我們說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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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前面 被檢查 Team 下五百個 對 這個 是 這個那種 戰軍 這些都是招領的特徵 之間 他們不需要明顯的駐軍在這裡面 他只要能夠有效的管轄 控制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所以他要不要派軍隊 正規軍來這邊住手 或是說只是 只是隨時他都可以把飛機降落 或是說隨時都可以把部隊派進來 這些都足以構成有效的 這個佔領 這樣清楚嗎 因為他在台灣確實還是有效佔領 因為有一個中華民國體力要幫他管理 對不對 所以他還是有效在管治我們 所以他要來就來 所以A68就是最明顯的激政 好 指定本土台灣人的台灣民政府來治理台灣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所以在現在這個當下 能夠代表台灣人的政府是什麼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對 就是台灣民政府 好 那關於台灣的一些法理事實 回顧一下 1895年4月17號 台灣的民主所有權是誰的 天皇的嘛 所以我們的性質到黃土嘛 對不對 管鄉我們的是 是什麼體制 大日本帝國政府嘛 在1943年12月1號 應該是1941年了 這個時候已經太平洋戰爭了 太平洋戰爭了 太平洋戰爭了 建進說 建進開市 台灣人的民主有改變嗎 沒有 沒有 建進開市 那人的民主有改變嗎 沒有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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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1945年4月1號 這天 建書了嘛 這天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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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布那個憲法 天皇下造書 然後台灣實施民治憲法 但是同一天 這一天 美國公打 留球 美國公打 留球 那這天 那台灣上面的 領土所有權 有沒有改變 沒有 管鄉我們的 還是大日本帝國 在戰爭一直持續 一直到 1945年的 7月26號 波子檀宣言 波子檀宣言 跟他講而已 宣言是跟他講而已 講的一頓 台灣的領土 有改變嗎 有改變嗎 也沒有啊 一直到 1945年8月25日投降 那 投降那一天 有沒有 天皇人會把台灣的土地 放給別人 沒有啊 沒有啊 也沒有啊 那 1945年的 10月25號以前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結論 台灣的領土所有權 是誰的 天皇的嘛 所以我們是皇土 那上面管鄉我們的 都還是大日本帝國 這沒有錯 好吧 這是 1914年的一尊 大日本帝國 他的版圖 他的版圖 有這裡 千島群島 富裔島 韓國 還有四大島 琉球 台灣 這些都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範圍 所以你看 我們外國人 在紐西蘭 紐西蘭的網站裡面 紐西蘭人 他們都很確定啊 台灣 我們啥就是 日本啊 對不對 1941年 1914年 沒有錯啊 好 但是 因為正經了嘛 1945年的10月25號 台灣 去美國軍事占領開始 啊 台灣民國 走來台灣 跟我們開始 代理美國軍事占領嘛 對不對 你要做出版 所有權 有沒有移轉 沒有 都沒有 啊 啊 啊 1947年的5月23號 日本國公司占領 這一頓 台灣民國公司占領 哪有改變 哪有改變 沒有啊 他一直到1949年的10月7月 這天什麼啦 中華民國女王啊 啊 他叫中華民國公司占領 他取代啊 他能夠 尿兔到八老百老 沒有 不哦 1951年的9月8號 這天就這些《韓民條》 要簽下去了 簽下去了 簽下去到 裡面 將台灣的民党投資權 很拔 也沒有嘛 啊 到1997年的1月1號 你問中華民國 沒有讓美國 來進行做一個 你的主權和國的政府 他就變成 中華民國變成台灣治理當局 請問 在这个时候 台湾这个地方还要抢华人 也都没有 都没有了 所以围在历史的世界的条例下来 你就可以发现 是不是自俗 是不是二宗墙那个图 对啊 我们就是自俗啊 对吧 所以在这边 下面是强一支台北 强一支台北是这样啊 是这样是exa government in 台北 中国的流氓政府在台北啊 刚才中间这一刻 有稍微讲到 我就在做说明 让法国伦敦 French London 二次大战那一段 去到了巴黎国 带高乐 把他讲他的政府组织 搬去 搬去那个伦敦 那这个 插插的母国 中华民国是地方政府 他这个说法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反应事实 有啊 有没有反应事实 有啊 有反应事实啊 但是 这个是2010年的5月26号 但是呢 2011年的10月8号 他就说啊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你对比前面这句话 中华民国是流氓政府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那台湾就是流氓政府 那这样对吗 那这样对吗 完全错嘛 对不对 所以 马英九在问他 台湾的现状 你讲清楚了没有 你到底你认为的台湾的现状是什么 那站在马英九 你认为的是什么呢 我 马英九 我就是代表 美国就是政典台湾 我是要管辖台湾 对啊 我是中华民国的流氓政府 我将来就是要两岸统一 我 两岸的中国人要统一 这就是我的九二共识 我的终极统一一中政策 他这样讲 有没有 有没有说出 他们属于他们的那个 两岸现状 有吗 他是蔡英文呢 他是不是流氓了中国人的殖民 好像不是哦 那你要讲台湾现状 你要站在哪个位置在讲 你如果要参选流氓的中华民国政府 你就只能讲 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那一套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啊 但是你如果是站在台湾人的这一边呢 那你应该要讲台湾民政府所讲的 就是国际法理跟台湾的国际法上面的现状 对不对 这样你才能够清清楚楚啊 你才能够知道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做 对不对 像马英九他们都知道他们的下一步要做什么 统一啊 他们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统一啊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拥有台湾的领土主权 所以他们终究有一天 他们就是要离开台湾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他所有的措施都是对于中国人是比较好的 是比较优惠的 是比较照顾他们的利益的 你仔细想一想 有没有错 按照郭介华的动 他有没有错 他没有错啊 他为了照顾他的子民 他们中国人的子民 流亡的中国人的子民 他有没有错 没有错啊 那台湾人为什么不能觉醒 为什么不能看清事实 不要把自己也不要把自己认为是是中国人啊 那你应该要认清这个事实这个现状 确定你自己的身份 然后赶快把你的身份证办一办 走到台湾政府这边来 你才能够去才能够有代表你的政府来保护你啊 对不对 才能够有代表你的政府来证据你的福利啊 才能够有代表你的政府来为你的安全 来做维护啊 对不对 得理就是这样嘛 所以为什么台湾跟 洋人中华民国会就双不清呢 当然啦 这会把我们用 极力数嘛 还把你媒体这样 黑梁则桌啊 所以你就搞不清楚了 但是你要把它搞清楚 其实也不难啦 你要把这几个事件 你大概把它看一看 然后把它串联起来 唯一看洋战争 开盒公报 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 和中华民国流亡 还要鼓起来双和平 再看一看 然后把你已经被洗过的脑 再把它洗回来 你就可以看见 台湾的真实面貌 所以你有这里了解 有这里了解 马英九他们最喜欢用开罗宣言 他们都根据开罗宣言说 因为开罗宣言说 将来日本要把 偷资中国的领土 例如 满洲、台湾、澎湖 要规划给中华、民国嘛 对不对 那以前开罗宣言 他就杀开罗宣言说 这样这已经有 确定 确定台湾是想在中华民国的 但是我 比自己的 你可能很容易理解 你的家 你的家 三年后 你的家变我的 知道吗 三年后你的家变我的 没有 我这个就对了 这个呢 日本的领土 台湾、澎湖 那变我中华民国的 知道吗 政党 中华民国 有提到 台湾、澎湖 的领土 没有啊 差别是 差别是怎么说 但是 三年后我没有去带你们家 我如果三年后我去带你们家 带你带五十年 带七十年 可能会有人来 觉得你们家就是我们家 对不对 差别是这样而已 但是你们家说 带我们家 我们家说的 这样有 没有嘛 所以这得力很简单的 人家通 很简单的人家通 而且 而且 美国 不管是美国 还是英国 他们的政府 和官员 都曾经对 卡洛宣言 表示过他们的看法 因共同的看法 就是说 卡洛宣言 只是 战争时候 他们的一些意见的表达而已 他本身不会构成 领土主权的移转 或者是领土主权的割绕 那都没啦 那就是说一说而已 那都说 三天之后 你们刀要带我 看看 你们刀到底要带我 没啦 你们刀要带我 你们要带我 你们要怎样 请客 没有嘛 你们要带我 不就是你名堂好我 就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啊有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 可以错过他们的谎言 后来 有一些事件 它并不是法理上面的事实 比如说 1945年10月25号 他们最喜欢跟我们 台湾官复 对不对 然后 接下来1946年的1月12号 以中华民国行政命令 结参至第01297号训练 法官人民一律恢复 中华民国国籍 这两件事情 你觉得 你觉得怎么样 真的还是假的 是对的还是错的 错的嘛 第一个 1945年的10月25号 这刚是盟军的战点开始 是战点 那主角来盖销嘛 FM27之10 里面的首次里面有讲 战点会不会遗传主权 不会啊 所以 战点这些 有没有遗传台湾的主权 给中华民国 没有啊 没有啊 而且这些战点的依据 是根据1945年的9月12号 麦克阿瑟的1号 这也就是蒋介石 他为什么可以来台湾的依据啊 他永远没有机会来台湾啊 除非他来台湾玩嘛 对不对 来台湾观光啊 对不对 这就是蒋介石他们可以来的 重要依据啊 1946年的1月12号 台湾澎湖主权还在日本 有没有变更国子 就现在和平条约签了没 还没啊 就现在和平条约签了没 就现在和平条约签了 是1951年的9月8号签了嘛 1952年的4月28号生效 你看 1952年后 他又是贵的啊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变更国子 有没有可能变更国子 你都没有移传主权 怎么会变更国子 对不对 你知道这有道理吗 你主权的国家 你怎么变更国子 其实变更国子 他也不能给我们变更国子 因为根据资料的公约 我们是建白一方 我们是被占领者 我们是被占领者 占领者是要接受 占领的那一方 给我们保护 但是他给我们保护 没有代表说 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国家 没有代表说 他可以叫我们去做他的兵 这都不行 这在资料的公园里面 那里面都有消失清楚 国家法也是都这样 政政法里面也是都这样 所以不能给我们改国 因为不移传主权 所以不可能会变国子 好 现在新鲜日本国 是在1947年的5月3号 都没有移传主权 如何改变国子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有没有违法 有 有 签证万确是违法 这也就是我们在第二次 在去年的2月28号 提出的第二次 告诉最有利的证据之一 我们三个去告 美国和共和民国 在美国法院里面 就三个去告 所以 蒋介石是1945年的10月25号 他来军事站在台湾 代表美国君是什么 不是法律上的狗狼 所以不涉及领土的遗传 来 这个 导臺看看 看 看图说故事 你可以看到什么 属性 你做一个表达 那键头 紫色的键头 那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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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叩咐 你叩咐 这键头 就是1945年的10月2号 就是我刚才说的 是 占领人开始的那一天 就是停止战斗的那一天 这一天本身不会构成领土主权的遗转 所以 他这样子的宣称 是违反国际法 但是 蒋介石他们知道 他的身份是怎么而来 他们来台湾的根据是什么而来 是根据 代表的主要 带领全国美国的指派 就是迈克拉斯一般命令第一号 所发布的命令 蒋介石他们才可以 借着美国的军舰 载他们来台湾接收 载他们来台湾接受日本军的投降 最厉害 我看美国国旗有一个美国 美国国旗拆去的 美国旗他要怎么拆呢 他要拆在国旗跟他的正面 那边表示 那边表示大一边 大边 所以你知道吗 美国国旗拆在这 这支应该是中国美国的吧 美国国旗的正面是否这边 那这边是大边还是小边 这边大边啊 所以美国在这里 这个图就告诉你啊 美国就是打败日本的主要 占领全国嘛 对不对 那他这边就告诉你了 这支 这支应该也是我没起来 哪一支啊 他底下还有一个条纹状 但是应该还是美国国旗 所以这个图就跟你说 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那蒋介石是代表他而来的 他是次要的 所以大边的是美国 这个图是这样 是这样子告诉你们 所以他里面的中文 都是违法的 里面的中文都是违法的 但是他的旗帜 他没有骗你 那你了解 那你了解 就好了 那就是这边 1946年的1月12号 改变台湾的国籍 有这边吗 中华民国 35年的1月12号 结参至第01297号去令 令 台湾省政府行政长官公署 以下 以下下 12月12日 起一令归复我国籍 除分令外 等等等等 这条新闻 听起来好像很正当 那这都错误了啊 第一个 台湾人是不是中华民国国民 是不是元系中华民国国民 是不是 不是啊 那台湾人 如果是中国的国民的话 应该要回溯到什么时候 1895年 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 建计那时 在那个战争未结束以前 台湾人是大清的子民嘛 是大清国的国民嘛 对不对 那跟中华民国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中华民国是几年成立的 1911年嘛 1911年啊 1911年的一阵 请问一下 台湾已经是什么人在管辖 日本啊 因为1895年以后 就是大日本帝国管辖 日本天皇的领土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他说 元系我五国民 这个就是 对啊 这个就骗你了啊 这个就开始说谎了嘛 啊 你受敌人侵略 哇 死了 啊 台湾的敌人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中国啊 应该是美国啊 那怎么会变成 怎么会这样写呢 那这样写 然后变成说 日本是台湾的敌人嘛 对不对 必须要给你赶紧 赶紧一筹字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一张 我们只能说 胡说八大了 我没说 我骗你了啊 我骗你了啊 但是有个人没有骗你了 阿佛说没有骗你了 他说 客户者当然是 荒眠后裔啊 对不对 他说对啊 他说的对呢 他没有骗你了 他没骗你了 他没骗你了 他没有骗你了 然后再来 1996年的3月23号 台湾国参吕风总统 按中国那时候射导弹 美国派两架航空母舰 由台湾美来保卫 诶 那时候 很多个人都这样说 因为参吕风总统 台湾变成组合国家 因为参吕风总统 台湾变成台湾变成台湾国 以前参吕风总统 但是事实上可能吗 不可能啊 啊如果可能的话 你就想想啊 参加国际组织就好了啊 啊 如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参加国际组织 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啊 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 到处都是问题啊 对不对 四处碰壁嘛 正确的解读应该是这样的 名选这份 民选知识风局 对这他们 他们是内部主权 他们是外来的政权 他是外来的政权 他们外来的人 他们自己内部怎么选举 跟被在領著裡面有關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而且現在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保護條例中指 美國不是防衛中華民國 美國是要防衛台灣啊 不被承認的地方政府以及外部主權 選總統會不會變成主權國家 也不會 因為他沒有 台灣沒有領土主權 台灣朋友真的被美國佔領 而且不被承認的地方政府帶領 被佔領的台灣朋友 不會等於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些邏輯跟以前我們說的都差不多 支持國家 謝淑薇 在那裡我不登冠軍之後 記者跟他們說 第一個拿到台灣冠軍的台灣人 這對自己的國家有何意義 他坐在旁邊 他一雷雷雷搭檔 就是彭帥 中國人彭帥 你說對不起我還坐在這裡 我不能接受台灣是一個國家的說法 聽問一下 彭帥有沒有說法 沒有 還沒有說法 反正是中華民國的體育署的副署長 他說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說法你知道嗎 還是說真話 這是說謊 所以說假的 好伯村 好伯村 又來了 他說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欸 當過中華民國的行眾院長呢 他說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呢 他有沒有騙你 沒有 沒有 他沒騙你喔 真的喔 所以 彭帥什麼人 中國人 中國人 好伯村是什麼人 中國人 所以 中國人有沒有騙你 沒有 沒有 這件事情上面他有沒有騙你 這兩件事情他有沒有騙你 他沒騙你 他沒騙你 對啊 反而我們是被他們 給我們騙 他現在在講真話的時候 我們自己不知道 對不對 好 好伯村 所以他就有說啊 台灣自稱主權獨立的國家 就是謊言 騙人的 誰稱中華民國是台灣 也是騙人的 對不對 啊 所以 他就要 他在說什麼 蔡英文啊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啊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對不對 騙你的啊 啊 很騙你的啊 啊 所以美國也說過啊 美國國安會主任有一個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啊 他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聯邦政府 啊 這樣 啊 啊 台灣或中華民國都是一個 國際社會上都不是國家 美國政府立場是 中華民國都會來的是一個 未解決 待解決的問題 啊 美國也跟你說啊 不是國家 啊 今天怎麼做 在美國的觀點裡面 金門馬祖就是中國 福文摩沙跟澎湖才是台灣 啊 金門馬祖是前線 但是要撤軍 你剛剛要撤軍 國防最前線 然後要撤軍 為什麼 他真的撤完了啊 大俄膽去年的六月 撤光光 然後移交北金門現場 為什麼 你要你要看這個趨勢喔 那金門馬祖本來是中國的 對啊 他要 他們兩個人要統一 他們中國人要回去 啊 告客人乍兜乍行 登給他們 應該是不會啦 對啊 啊 所以金門車軍問題是哪 因為他們堅持一個中國 承諾和平統一 啊 而且美國跟中國 是互相不堪生內政 如果蔣介石 他們拿著 美國給他的武器 繼續在金門馬祖使用 請問一下 美國有沒有介入中國的內政 有 對不對 而且是武力干涉中國內政喔 這是違反國際法 違反聯合國憲章啊 所以撤軍這件事情 不是為了拼光光喔 是為了符合國際法的規範 事不宜沒有 小陳對扁 你講一下 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 他就不怎樣 等等等等等等 等一下 這個前提會不會發生 其實不會發生啦 中共做得對的但我 他等於是跟誰 跟誰宣戰 跟美國宣戰啊 他會不會這樣做 不會啦 他為什麼呢 他 陳水扁他四部也沒有 這些就是要維持 中華民國這個體制 因為 陳水扁當選的是什麼總統 中華民國聯王政府的總統啊 對不對 他是一個代理美國 軍事占領的一個單位嘛 對不對 他不能做這些事情啊 因為他在這邊 中華民國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他沒有用台灣的主權 你不能在這邊宣佈獨立啊 你不能在這邊改國號啊 你改國號就是把流行政府 就地合法的 你在這邊宣佈獨立 就是把台灣的主權 你遺傳掉的 所以 佔你不遺傳以前 流行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就在這個四部也沒有裡面 就可以顯示出來 好 還有這個 拉八字 拉八字 你看 我們北國也有這個啊 好 那這個 跟以色列嘛 這隻 真正在外 好 這個看 這個看 看 欸 你有看到那個 車子的路口嗎 那這邊 看有 有 也沒有 那這邊有 這邊有 也沒有 你覺得自己沒有 是怎麼一個 武器上面 沒有可以辨識的標誌 這是違反日鳥公園啊 日鳥公園說 Law for religions in combat 你要合法的戰鬥的話 你要符合這幾個要項 第一個 你要被辨識的制服 你要被辨識的符號 在遠距離就可以 就可以辨識到你 那請問 遠距離 你有沒有辦法辨識 他是哪一個國家的 阿帕西 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 劉王的中央民國 他要怎麼樣 他要回家啦 連武器都不能用啦 他要回到哪裡去 金門馬祖跟平坦 平坦在大興土木 兩岸的共同家 所以 中央民國在台灣 1945年 他去世就是 台立立國分子是誰 1949年 1945年 1945年 他就是正式流往來台灣 他是一個地方政府 但是他來後 他都把我們知道 都把他用 教育律師 還有洗腦的教育 把我們全部放起來 然後1949年 1961號 他變成 退變成台灣治理當局 那當然 他能夠 他能夠做這件事情 他能夠去留在台灣 他其實都有一些法律的要件 一個要件 帶領美國軍事戰 是根據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留完之後 為什麼都留下來 是因為美國再簽一個 那個 叫日本再簽一個 中日台北條約 跟美國跟他簽一個 中美共同的條約 他才可以繼續留下來 但是他留完之後 一直到美國不承認 他是主權國家政府之後 他又憑什麼可以留下來 他憑藉的就是 美國國內保的 台灣關係法 他才可以繼續留下來 所以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台灣要拜祥國際 第二正常化的話 我們第一棒要先進行 先進行 比如說 我們回憶正常化就是這個 你現在剛才說 就大家來照解 好了 比如說 你有沒有說 我們用一個筆 就可以改變 我們台灣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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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維隊開始 對 先進行文情 把新文情的那個時候 把誰來 你給他一支筆 把你的名字搶起來 一支那支證件附上來 你就這個動作 就可以改變台灣的國際地位 讓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 好 時間到今天 大家做訪問 以上 謝謝